大家好我是時光寶俠的A部 今星期一周標示我們講一個功能篇 主題是月上 中秋節快到了 每年中秋節大家都會一家大小去上月 我們抬起頭望月光白雪雪很美 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在碗錶上有一個月亮 是否很思議 月上功能其實是一個比較基礎的複雜功能 很多碗錶都有亦都很受歡迎 因為月亮的位置對我們的生活都是很重要 因為月亮的位置本身就是我們的日曆一部份 月上的位置亦都影響地球的潮席漲退 因為月球和地球分別的地深吸力拉扯 引致到地球的海洋水位上升或者下跌 而一般碗錶的月上又是怎樣的呢 一般碗錶的月上上面都是有窗口 而顯示了太陽照射的部分的月亮 因為月亮本身是不會發光的 一定是要太陽照射到那個部分 我們才會看到它光亮 而月球每一次圍繞地球轉一圈 是需要29日 12個小時44分鐘和2.8秒 而我們很老公統地說它是29.5日 便會完成一次月上的系列 而一般的月上碗錶 或者最基礎的月上碗錶 他們的準確度大概是兩年零七個半月 即是說每兩年零七個半月 我們是會需要向前調較一日的月上 來令到它準確 而大部分那些比較luxury的碗錶 如果它有月上功能的話 它們都可以準確到122.6年 換句話說 基本上人類中期一生都是不需要調較的 只要你不要讓那隻碗錶停 但這個絕對不是誇張 有某一些碗錶 月上功能的準確度可以超過一千年 甚至是百萬年 我們看看一些比較特別的月上碗錶 第一種我們想介紹的就是愛瑪士的月上碗錶 我剛才說過大部分的月上 其實它在錶盤上有一個小窗口 我們就可以看到月上當日的位置 而愛瑪士這碗錶 它整個錶盤都是基本上被月上佔據了 因為它是顯示南半球和北半球兩個月上 而它是用一個白色的珍珠背模來做 上面就有兩個懸浮的錶盤 一個錶盤就是顯示時間 而另一個錶盤就是顯示日期 這個時間和日期的錶盤會自轉 它會圍繞著錶盤每59天轉一圈 即是兩個月上的周期就轉一圈 而上面它遮擋了珍珠背模的表面 顯示了當日月上的位置 第二種我們想介紹的碗錶是雅典 大家都知道雅典是最擅長做一些航海有關的碗錶 而這隻碗錶的名叫Marine Maga Yard 顧名思義它的目標消費者 應該都是一些喜歡游艇或甚至是艇主 這隻碗錶的月上很特別 因為它是3D立體的月上 而且上面還模仿著月球表面的凹凸不平坑密 所以看上去是很真實的 除了月上之外 這隻碗錶還有一個Tie Indicator 就是潮直漲對的顯示 配合月上我們就可以看到當日潮水的情況是怎樣 第三種我們想介紹的月上碗錶是 HMQ的Andover Moon 這隻碗錶的月上的準成度是去到1027年 即是每1027年你才需要往前調較一天 這隻碗錶的月上相對港列都比較大 差不多佔那個標盤的三分之一 看上來就很聰明 而接下來這隻就更加誇張了 荷蘭的Watchmaker Christian Van Dal Kroor 他做的月上碗錶的準成度 居然是去到1971,000年才需要調較一天 不過他很快就被人打敗了 因為另外一個制標大師Andre Streitler 他的Lunar Exact 居然是做到206757年才需要調較一次 真是一山橫一山高 好 今星期周標時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